用网络行销与美容专业打造女性创业梦80后的丁立文家里开美容店30年是第二代传统美容行业者在台湾景气好美容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长辈增展店到20几家店面曾协助5000多位女性创造各种收入 然而疫情来得太快家族的美容行业首当其冲店内无人坐吃 山空丁立文身为企业第二代眼看实体店面萧条毅然决定开发网络行销做线上转型永续经营的目标绝不放弃 丁立文表示许多女性因为本身环境受限较弱势收入一直不稳定 但选择跟我们合作再努力一到两年后都可以创造百万以上的收入对照网络行销之前与之后差异如此大 丁立文回首过往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以前为了赚几万元月薪做得很辛苦 一天固店16小时哪里都不能去生意好的时候身体很累生意不好的时候心很累 为了让一家新的实体店面撑过培养客户的阶段都要预备半年以上的资金 也就是说开店的前期很多个月都没赚钱做心酸的 但使用网络行销后一碗成交几万元是不难的事情 丁立文笑说这落差让我一开始非常不习惯实体店面通常是客人有美容需求 美容业者趁住这个机会推广产品但接触到的人数很有限 网络行销可以一次接触到更多想创业的女性 而她们也可以透过网络接触更多想寻找保养品的人 立文分享经验她曾经只打了一天广告就有二十几个客户报名 她举办的说明会不用再苦寻苦等客户担心不景气 而且成长速度以倍数扩张 立文表示上豪企业社2019年时手上店面有五家 今年收到只剩两家 但年收入却更高已破了千万营收 上豪企业社现在致力帮助更多女性透过网络进行美容创业 丁立文鼓励每一位想从事美容创业的女性在网络的世界里 机会是公平的丁立文希望透过传授她的专业及经验 帮助任何从事美容网络创业的人 或是想经营副业的女性运用网络行销 以最低的进入门槛 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在网络上进行美容创业 获得跟她一样的成功